我們要補充一下蕭若元說話的不足 因為那些 特朗普當然不是為了一個人搞土耳其 土耳其的一群Yung Turks 他提到Yung Turks是什麼呢? 就是好像納粹黨 都有些Brown shirts 共產黨有些紅衛兵 基本上都是推動一群年輕人 然後就幫政黨去做事 近年奧巴馬那八年 其實Yung Turks已經是借私還雲 作為一個媒體 就是扮成一個progressive media 在美國已經大行其道 已經是影響了很多高校 到大學的美國人 他們已經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他們搞美國已經搞了很久了 特朗普的admin 是動他 絕對是 就是不用擇日子 現在只不過是有一個藉口 有一個藉口就動他 根本就是 其實他們都作惡很久了 在奧巴馬那八年 他們這班人全部都是 我經常講的新共產主義 或者總之是一個極權主義 就是想霸了一些東西 就是想壟斷了一些東西 就是不知為何這麼喜歡的 就是中央集權 喜歡霸了一些東西 喜歡全國有權力 我又覺得這個世界 最好就是各有各 我不搞糟你 你不要搞糟我就最好 另外 Turkey是兵家必爭之地 因為它那個是地理位置 是剛剛阻隔了 中東 和非洲的那些難民 經六路 入東歐 再入西歐 那條路來的 Turkey 就是那個 Gateway 而Progressive Liberals 這麼多年搞的事情 就是EU EU是一個很Progressive的機構 你們就知道 他們搞的事情 就是要引中東 穆斯林這些 和非洲這些難民 衝入歐洲 就是要拖垮歐洲 就是 你一定要搞清楚 EU的目的 就是想拖垮歐洲 那是 我不知道應該可以從頭說的 但是 總之就是這樣說 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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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仆街來的 他們不是 他們的目的 是另有目的 雖然想大愛吸收 這些難民 各樣的 那些 全是藉口 其實全是一班 猶太人 控制了這班 Liberals 這班Liberals 就是猶太人 猶太的左翼 那猶太人當然是好人 但是 現在就是 他們這班Liberals 其實就是想搞究歐洲 猶太人 這個EU根本就是猶太人 控制的 而為什麼要搞究它 為什麼要搞究歐洲 你想想猶太人 在歐洲的經歷 你自己看猶太人 在歐洲的歷史 就知道為什麼 這麼討厭歐洲 而為什麼 現在他們就是 引移民 引這些難民進去 其實就是用難民戰術 用這些難民 窮人 以及極端主義的 穆斯林 那些瘋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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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走進去 就是想 拖垮歐洲的經濟 以及 報仇 或者某程度上 都是這麼說 所以 為什麼土耳其 是兵家必爭之地 美國 Donald Trump 一定要控制到他 somehow 某程度上 要制服他 就是有九萬種原因 當然 不會只是為了 那一人這麼簡單